张飞没骂吕布,三姓佳奴,反而赞誉有佳 小说形容张飞粗犷勇猛 但最近有学者翻案认为张飞其实是文职彬彬的儒将 也就是跟吕布一样是文武双全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从孤本圆明杂句《三姻战吕布》里面 可以得到一些蛛丝马迹 原句四大家之首郑德辉所写的苦劳观《三姻战吕布》 里面有张飞描述吕布的出场 用词可以显示张飞似乎真的是一位儒将 原代杂句家郑德辉的年代比清朝才定案的三国演义 早了将近四百多年 也就是说离三国时代更近 所以原代杂句所写的内容 应该可能比较接近三国真实的情况 清朝毛中刚审定本的三国演义 在张飞第一次看到吕布的时候 就是在三姻战吕布十八路诸侯 大战虎劳关大战吕布的那个时候呢 他看到吕布就大骂三姓家努 令人相当震惊 他才刚上战场 就敢这样骂百战百胜的吕布 真的是有够大胆 使他一炮成名啊 但真的是这样吗 原代杂句郑德辉的虎劳关三姻战吕布 却不是这样写的 来看看原朝四大家之一 郑德辉怎么描写吕布的出场 跨下真腕名刺兔 手中含己好方天 天下英雄文无怕 则是我见有神威李奉先 某姓吕名部自奉先 乃九原人也 又而习闻掌而言武 上阵使一支荒天极 称铁在手 万乎不当之勇 片甲遮身 千人难敌之威 你看描写的多棒啊 从这段文字可以知道 早在原朝的时候 就已经传闻 方天化己 就是吕布的兵器 而且吕布呢 还是文武双全的儒匠 当然啊 汉朝的时候 己是主要的兵器之一 但形状呢 大多是补字己 也就是 只有一个分叉的那一种己 而不是宋朝才大量出现的方天己 那宋朝再过来才是元朝嘛 所以说元朝的剧作家 以为吕布用的己是方天己 但事实上应该是补字己 即这种兵器 就是锚跟割的综合体 骑兵呢 使用己有一个好处 就是除了刺以外 还可以倒拿着用割的 也就是顺着马冲击的速度 然后你经过敌人以后 还可以把它割 就是像镰刀割草那样的割 正史上除了吕布 是用己的名将之外 还有李树 白袍将军李树 还有西晋的周杵 也是用己 周杵 除伤害的故事很有名 他用的兵器也是己 也是己 还有唐朝的薛仁贵也是用己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张飞在十八路诸侯面前是如何形容吕布的 这个故事我大概讲一下 吕布驻守在虎劳关十八路诸侯都没有办法 取胜 那孙坚当时是元帅 盟主是元少 那孙坚呢就带兵要去跟吕布 撕杀 结果呢 看到吕布那么威猛的那么巨大的样子 就很害怕就逃走了 那为了要精产脱壳 孙坚就把自己的盔甲 脱下来 然后挂在树林上面 吕布追过来 只看到这个盔甲 就把盔甲拿走 那张飞呢 在旁边有看到这些过程 当时张飞并没有 并没有出现跟吕布交战 他只是远远地看到孙坚逃跑 脱掉盔甲的球态 然后呢 这个 吕布把 把那个孙坚的盔甲交由 他的手下杨凤 八大将之一的杨凤 这个保管 那张飞呢 就去找杨凤 把那个孙坚的盔甲 拿了回去 然后张飞就回到 十八路诸侯的营葬里 这个时候 孙坚 就在那边 吹嘘啊 说他 怎么把吕布打得落荒而逃 然后张飞出现呢 因为张飞是跟孙坚一起出战的嘛 所以孙坚呢 就想要羞辱张飞 认为他连交战都不敢交战 一定 一定是害怕吕布啊 所以应该是连吕布长什么样子都没有看到 所以就想要给他当众出糗 就询问 询问他是否有看到吕布 如果真的有看到 那又是长得怎么样 然后呢 张飞就把他看到的吕布 说给大家听 现在看看张飞如何形容吕布 小叫报复去到张飞来了也 竹子云 理会的 报云 诺张飞来了也 曹操云 元帅你听的说吗 张飞回来了也 孙坚云 你这诗 你眼花敢错认了他 敢不是他 他 他 拙他过来 竹子云 过去 正末见静科 这正末就是张飞的角色 这国具 国具里面的 专有名词 譬如说什么 正末 小生 像吕布 吕布的角色就是小生 张飞就是正末 见静科 静也是国具的 专有名词 孙坚唱 诺科 云 山蜀 山蜀就是张飞 因为刘备称为黄蜀嘛 那 张飞是刘备的弟弟啊 所以就叫做山蜀 山蜀 恕罪你昨日见我和吕布 吕布施杀 来吗 正末云 张飞说 元帅好施杀 好施杀 孙坚云 张飞就说 他有看到了 孙坚云 怎么好施杀 孙坚就问他说 你看到 你看到我怎么跟你不施杀呢 然后曹操云 曹操 曹操当时是参谋 张飞元帅与吕布好相似吗 这个曹操也很好奇地问说 问张飞说 元帅 元帅就是孙坚啊 怎么跟吕布好相似 正末云 好施杀 不好施杀 那军前有两句言语 是说的好 孙坚云 人都说什么来 正末云 张飞就说 他到 人中吕布 马中赐兔 一个好吕布也 你看 张飞在 十八路诸侯面前 称赞吕布 而且首先说出 人中吕布 马中赐兔的 就是张飞啊 他到 人中吕布 马中赐兔 一个好吕布也 好吕布 第一个好就是 好吕布 那 第二个好呢 他说有两个好吗 两个 第二个好就是赐兔马好 人好 马好 人中吕布 马中赐兔 曹操云 元帅 你听的 说什么 曹操 在讽刺那个 在讽刺这个 孙坚 说 你听到了吗 孙坚云 参谋 吕布虽好也 则是他一人 敢问我可如何 孙坚就说 吕布虽然好啊 但是他 也就只有他一个人好而已啊 好 那吕布 整身好穿 什么衣袍 这个孙坚就要追问张飞 吕布到底穿什么衣袍 这样问呢 就是要确定孙坚到底有没有看到 那要问那个张飞啊 要确定张飞到底有没有看到 他跟吕布交战的情况 披什么铠甲 带什么头盔 骑什么鞍马 使什么兵器 整身打扮 你说与参谋 是听者 郑莫云 好 张飞就回答说 迎先客啊 这是取牌名啊 取牌名 迎先客 这应该是要用唱的啦 如果在国具里面啊 你就会看到 张飞在唱歌啦 啊 张飞怎么说呢 他怎么唱呢 怎么形容吕布呢 吕布那三叉紫金罐上 零叉着那 字姬 就是吕布那个紫金罐上面 不是有两根长长的字姬吗 他看到吕布戴的紫金罐 他把它描述出来 他那百花袍 他那百花袍凯是唐尼 是唐尼 唐尼啊 可见吕布穿的铠甲相当的好看 尼啊 尼就是狮子 狮子 Line 那一批冲正马 远观恰便是火炭刺 形容刺兔马 从远远看就 好像火炭刺啊 很红啊 张飞呢 像是吕布的粉丝 粉丝一样啊 在描述 吕布和刺兔马 照理说啊 清朝那个时候的三国演义啊 这个内容啊 是刚好相反的啊 有矛盾啊 那应该 以哪种情况比较可能呢 我个人认为啊 元代离三国比较近 那个时候民间传说 比较接近啊 真实的状况 所以 真实的状况呢 张飞其实啊 是吕布的粉丝 而且呢 就是他 向十八路诸侯 称赞吕布的 让大家更知道 人中吕布 马中刺兔 这个事实啊 就是张飞说的 再来看看 张飞在战场上 终于正面和吕布 对阵 那是不是有像 三国演义里面 所写的 一看到吕布 就大骂三姓家努呢 事实上是没有的 来我们看 他看到吕布以后 是怎样的 吕布领八剑将上 云 谋乃吕布是也 领着本部下 人马与张飞相持 厮杀走一朝去 大小三军 摆开正式 者 尘土起处 张飞敢带来也 正末上 正末就是张飞 谋乃张飞是也 与吕布交战 走一朝去 来者何人 吕布云 谋乃吕布是也 你来者何人 会这样问 可见两人之前都没有见过面 不认识对方是谁 所以就会这样问 正末云 这里 你看张飞说 谋乃张飞是也 谋乃张飞是也 吕布云 误纳 后面就是 吕布 在责问他怎么把那个 孙间的盔甲拿走 你看 张飞是怎么回答的 毕恭毕敬 乖乖的把他 姓名 报出来 就这样而已 他并没有像 像这个三国演义 写的说 看到吕布 一看到他 就骂他 三姓加努 什么 没有 他就说 谋乃张飞是也 然后就听吕布 在骂他 后面就是吕布 在骂他 怎么把那个 孙间的盔甲 拿走 而且 阳凤 是八剑将之一 他看到张飞的时候 是怎样 不敢跟张飞交战 就乖乖的 张飞叫他拿过去 他就 这个阳凤 就乖乖的把 孙间的盔甲 拿过去 从这段描述 你也可以知道说 张飞 恐怕 外形 也是让人看了 会很害怕 可能就是 跟吕布 有得拼 如将 虽然两人 都是如将 但张飞 应该是 看起来就 令人 有点畏惧 但是他 看到吕布 也是这样 这叫做英雄 是英雄 英雄 习英雄 所以他 看到吕布 其实是怎样 好像看到自己一样 他也是 很有礼貌的 把自己的姓名 报上去 就这样而已 那为什么清朝审定的 毛中钢盘 三国演义里面 张飞会 会骂 骂那个吕布呢 这是因为后来 小说家 想要捧这个刘备 要捧 捧刘备 就要捧关羽 跟张飞 但是要怎么捧呢 就是把关羽 写成天下无敌 然后把张飞写成出炉 大佬出这样子 那大佬出 当然就是要到处骂人 那 你要彰显 你要图显刘备 那你当然就要把 真正的大英雄 仁宗吕布 你要把他往实里写 把它写成说 他是丁远 跟董卓的意思 然后 中国传统上 孝道最重要 你要怎样才能够 把人打死 让他永无翻身之日 就是说这个人 不孝顺 那杀父 古代 你不要说杀父 你伤害到父母亲 都是砍头的 你只要打父母亲 就是砍头 何况是杀呢 所以 就说吕布 杀义父 你看这样就把 真正为东汉帝国立下大功劳的吕布 给打成 万劫不复 你看小说家多么的 为了捧一个刘备 你可以这样造谣 无中生有 把一个真正的忠臣 搞死 但是你看在元朝的元代杂具里面 就不是这么回事 那个时候的吕布 还算是很棒的 元朝杂具家之手 郑德辉在 辅劳关三英战吕布里面 他说吕布是被汉宪帝封为温侯 然后后来又封为交疗网 是一个网 交疗网 而正史上虽然没有说 没有记载吕布被封为交疗网 但是吕布除了被汉宪帝封为温侯以外 后来又加封为平陶侯 这个平陶侯啊 其实啊 就是相当于王的地位 因为 因为有史以来 从来没有一位 一位不是皇家的亲属啊 被封为平陶侯的 因为平陶就是遥顺那个遥啊 被大家共推为王的地点 就是在平陶 所以说 也古代帝王啊 会在 平陶这边祭天啊 祭拜遥顺啊 那 遥在这里被共推为王 那你把吕布封为平陶侯 是不是 有一种含义 就是汉宪帝准备让吕布 接任呢 在政治意义上 吕布被蓬为平陶侯 那是不是意味着 汉宪帝知道自己处境很不好 那如果他死了 而他没有儿女 那这个东汉帝国 他能够交给谁 当然 他 他 只好交给他最信任的忠臣 那就是吕布 那 云带杂句 除了郑德辉说 吕布是 交流网以外 还有 另外一位 这个 作者不详的 啊 官云长啊 单刀批四扣里面 也是说 吕布是交流网 所以说 吕布 是不是 被封为 温侯 平陶侯以后 又被封为交流网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 为什么 证史上没有记载呢 那就是 可能的原因就是 那些 写历史的 写小说的人 他们 为了要把吕布贬低啊 所以 有的就不记载了 但是 但是像 这个 原草的杂句家 他们收集民间的资料 好 他们对吕布没有什么成见嘛 所以 就 照实的把它写出来 好 谢谢观赏 好 他 郁 不是 有 还有